近两年雷克萨斯在国内的热度持续走高 大家对于雷克萨斯车型的关注度非常的高 而且雷克萨斯在国内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雷克萨斯具有颇具个性的外观设计 日前外媒披露了一组全新雷克萨斯NX的渲染图 作为雷克萨斯在国内的紧凑型SUV NX的价格在雷克萨斯的车系当中算是比较便宜的 再加上较为犀利的造型 NX在国内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新一代的NX相比于现款车型 质感有了明显的提升 新的NX是基于TNJAK平台打造 其外形变得更为犀利 家族的纺锤前脸尺寸更大 更立体 标志性的健行LED日行灯 点阵式的LED大灯极具科技感 车身侧面线条刀砍斧灶般的锋利 夸张隆起的轮眉 尽显肌肉感 整车都展现出了一种爆炸性的力量 动力上 新车预计会搭载2.0T 2.5升混动系统 车辆的性能和经济性将会有大幅的提升 据悉 新一代的NX将在明年上市 NX作为雷克萨斯销量最好的车型 它的换代必然会再次引起雷克萨斯销量的提升 不过 遗憾的是 本次并没有新一代NX内饰方面的消息 但据推测 可能会与UX的造型有些类似 关于新一代NX的消息 我们也会持续地关注